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系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介绍的是 洞叉生成函数的考题 这一题是交大财经乙的考过的题目 那么题目我先做一个解释 首先他说 X的话 他假设是一个随机变数 那么PDF这是什么呢 这是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就是所谓的几率密度函数 它分成了两边定义 一个叫做Cn去X Bp的X四方 1-Pn-X 这就是一个二项分配的做法 那么是离散的情况 其余的都是0 那么这标准的 这是二项分配 N positive integer 就是我们说的 N就是正整数 P的几率呢 P的值是在0到1之间 完全符合 二项分配的状况 那么现在他问什么呢 Find 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这就是我们的MGF 就是我们的洞差生成函数 那么有一些版本 会把它翻译成 洞差母函数 那么其实也很好 它这是翻译的 因为它的意义 其实也就是洞差母函数 那么要找X的洞差母函数 再过来的话 利用了洞差母函数 它可以轻易的算出 这是期望值跟变异数 那么其实是用 一阶跟二阶来做的 那么我们来做做看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其实 算起来还蛮简单的 只要是洞差母函数 能够写得出来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 洞差母函数 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它其实就是期望值 1的TX 这是洞差生成函数的定义 那么这个地方 是在一个间断型的 一个提形 所以我们用Sigma来做 那么如果说是连续型的 我们是用积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Sigma X等于0到N 然后1的TX 再来呢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原来的 这个函数了 这个函数是写的是 CN取X P的X四方 这边我们就直接 把它写成Q好了 这样看起来 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这边 我们看看 怎么去整理呢 这边是 前面Sigma 没有问题 我们就照抄 后面 C的话呢 C的这个组合的部分 我们把它写在前面 那么 这两个 把它并在一起 都是X四方的话呢 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写成 ETP的X四方 再过来是Q的 N-X 那同学来看 这一部分 我把它并在一起 因为它都是X四方 我把它拉到外面去 剩下来前面 ET乘上P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是什么呢 这个组合 刚刚好根据二项式定理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ETP 再加上Q 的N四方 那么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这边就是A A答案就在这里了 现在我们来对付这个B B其实非常非常的容易 EX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那么期望值是怎么算的呢 其实它就是 我们用 微分一次就可以算出来了 微分一次算出来 那各位同学看看 对于T来微分 T来微分 我们这边是T的函数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这里是刮弧的N四方 我们要利用的是连锁率 N丢下来 然后底下这个造钞 E的T四方P 再加上Q 这边就要降一次 这个叫做连锁率 这个N的话呢 丢下来 这边要降一次 这边降一次 还没做完 还要再乘上 里面的对T的微分 这边对T的微分 就直接就写了 ETP Q不见了 然后呢 再过来就是 让令这个T 怎么样 等于0 令T等于0 那么得到什么的结果 令T等于0的话 这边就是1 这边就是1 这边就P P加Q的任何的次方都是1 P加Q就是1 所以这里就是1 那这个0的话呢 这也是1 所以就是NP 这跟我们以前所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二项分配它的期望值是NP 那么变异数呢 变异数也可以利用洞叉生成函数来去导出来 那么我们要知道微分两次是什么 微分两次是平方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刚刚做了这个 我们先不要让它带0 这个 再对T来微分 那么这个地方要小心 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我们要把它分成了两部分 前部分 后部分 我们要利用的是 前面乘后面的微分 就是前面微分 后面不微 加上前面不微 后面微 这是我们要用的是 微分的技巧 来我们前面微分 前面微分就是N 这边在N-E 这边照抄 ETP 加Q的 N-2了 这边就N-2 然后别忘了 里面还有微分 里面微分 就是 ETP 这叫做前微 然后再来后部微 后部微就是ET乘上P 那我们就平方 再加上前面不微分 前面照抄 后面微那简单 就是也是照抄 因为P 1的T次方的微分 还是原本不动 这边乘上一个数字都一样 好 我们再令 多少 T等于令 T等于0的话 这边整理一下 来我们整理看看 这里 就是1 没有问题了 这是1 这边0的话 P加Q就是1 1的任何次方 它还是1 再来这个地方是 这是1 那所以这是P平方 这个地方也是1 没有问题 那么这边是 1 所以是NP 那么我们写出来了 就等于 N乘上N-1 这边还有一个P平方 再加上最后面的NP 这边是1 再加上NP 算到这里 我们就几乎 就可以算出变异数了 怎么讲呢 变异数是等于什么呢 变异数 我们可以利用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那么平方的期望值是这个 再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NP的平方 那么我们展开来 展开来看一下 展开来 这个地方是N平方-N 所以是N平方 P平方 减掉N P平方 再来就是加NP 再减掉N平方 P平方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可以对销 我们把NP提出来 NP一提出来 那就是 是负P加E 这就是Q 所以是NPQ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 是利用的是 动差生成函数 算出来以后 再利用这个结果 算出 期望值跟变异数 所以这是一个 很实用的一个函数 对销售 感谢观看